曾志强解读《道德经》 《道德经》第52章 天下有始,一位天下母 老子告诉我们 天下万物都是道所生 所以道就是天下的本源 就是天下万物的开始 因此我们可以把道 称为天下万物共同的母亲 叫做天下母 我们有一句话大家都非常熟悉 叫做道法自然 那道要怎么才能法自然呢 它一定有一个法则在里面 所以这一篇 老子就想 把它说个清楚 当然了 要说得很清楚也不容易 还是要靠我们一步一步去领悟 那道谁都看不见 谁都摸不着 但是我们从第一章读到现在 我们应该脑海里面很明白 它是万物的本源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本体 因此 因此呢 老子说 既得其母 你既然找到了万物共同的根源 你既然知道宇宙是有一个本体在 以知其指 你就应该从这个本源来看到它所产生出来的一切一切的现象 我们眼睛 我们眼睛所能看到的只是现象 不是本体 只是儿子 不是妈妈 你看了这个儿子 你就知道这个儿子是妈妈所生的 那你不应该停止在现象的部分 你就应该去找到 身处这些现象的那个本体 我们一般人没有这个习惯 我们整天在象象当中打转 老总觉得一切都是变动不惧的 而一切都是摸不清楚的 因此 就慢慢养成一种坏习惯 叫做随波逐流 随波逐流还没有关系 最后就变成投机取巧 同流合污 那不是好现象 所以现在我们常常喜欢讲一句话 总觉得自己讲得很有道理 怎么话 一切一切都在变 只有变是唯一不变的 这句话是非常有问题的 因为本体是不变的 唯一不变的是不变 不是变 变是现象 像象背后有一个本体 现象是万变的 但是本体是不变的 所以我们还是要再说一遍 以不变应万变才是正确的 不要随便去改动它 说什么以万变应万变 那就是没有原则 那就是整天在这里 谁做现象 迷失了自己 那不应该的 所以老子再告诉我们 既知其子 父守其母 你既然看到了现象 你也知道像象只不过是儿子 你就应该回归到本源 你就应该去守住那个道 守住那个妈妈 而不是老在儿子身上打主意 这样的话 你就会有一个很好的成绩 叫做什么 陌生不待 陌就是没有的 你的肉身没有了 肉身什么时候没有了 就是这一生结束的 所以陌生就是终其一生 你这一辈子都不会有危险 那就好了 那个道是最会保护我们的 你一定要好好去守住 怎么守 就是法则啊 你道要法自然 你怎么法吗 现在社会不禁更加变化无常 而且处处充满了诱惑 令人无所适从 我们应该怎样做才能透过现象 看到隐藏其后的那个不变的本体 从而做到以不变应万变 道法自然 有没有具体的方法呢 下面 所以老子告诉我们 你要阻塞着这个烂泥 很喜悦的主要的来源 就是眼睛 他要我们目不望视 这个跟孔子所讲的非礼物事 其实是同样的道理 为什么 我们养生的时候 要告诉你 只要有机会 你就要避不养神 就是塞起队 你要维持你内心的安宁 内心的虚静 因为眼睛看到 心里会重 那就是违反老子所讲的原则 你怎么可以随便动心 你动心也要赶快控制住 怎么马上去行动 闭起门 闭就是关闭 门就是口 所以常讲门口门口 就是嘴巴 所有的事情 都是从嘴巴闯出来的货 目不望视 口不望言 这就是什么 就是你的情欲的通道 你自己要控制住 那你就会终生不勤 勤就是勤劳 你终生都不忧苦 为什么勤劳会跟忧苦 同样解释呢 勤劳常常被称赞为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勤劳努力 也常常与成功幸福联系在一起 而老子在这里所说的 终生不勤 却解释为终生不受忧苦 勤劳为何会带来忧苦呢 这时候你为什么要勤劳 就是怕没有饭吃啊 你为什么要勤劳 就是怕丢掉工作啊 你为什么要勤劳 就怕赚不到钱啊 那你现在终生 你不受这些限制嘛 你没有这些忧苦嘛 你该做就做 你干嘛告诉自己 要勤劳勤劳勤劳 给自己的那大压力呢 没有必要 所以塞其队 闭起门 这就是方法 要练习 不停的练习 慢慢变成习惯 你就一辈子都不用做 那么优苦 天天要发愤 要努力 不需要 你就很自自然然的 过你的生活 好自在 接下来 老子提醒我们 他说大部分的人 都不是这样子的呀 你去看你周遭的人 甚至你反省你自己 你会觉得很可笑 我们都是喜欢什么 开齐队 把眼睛张大大的 东张希望 到处去看 看有什么好看的 看有什么新奇的 看有什么可以拿回家的 拿来用的 记其事 我们都要记掌 我们内心的情欲 让它不断地产生 结果呢 自作自受 怎么个自作自受法呢 叫做终生不救 就是一辈子没救了 不可救药 那是谁惹的 自己惹的 所以还是那四个字 自作自受 那我们读完这一段呢 我们就要反省自己 你要自由自在过生活 还是要 天天在哪里 动之死地 那就叫做动之死地 把自己逼到无路可走 老子 给我们一些指引 所以他觉得又说 见晓越明 手柔越强 他说你看那些很维系的 才表示你这个人 是耳聪目明的人 一般的聪明 其实都是不够聪明 都是假的聪明 你看我们都看到大的 我们不会去看小的 什么叫做明 就是你不可见 很维系的 那是什么 那就是道 你看得见道的人 你才是明白人 你管是看到现象 这样的传断传的 你这是烦恼人 苦恼人 手柔才叫强 因为什么 因为弱者道之用 你守得住柔就守得住道 守得住道就等于抱住了一 那一跑不掉 这个时候你才真的是强 否则是假的 用其光 应用道的光 应用明的作用 富贵于其明 你就会回复到本源 你很快就会从外面把自己拉回来 那就叫做富道 富道就是回归本源 就是西方人常讲的 back to basic 不要越跑越远 因为你跑得越远 你知道的越少 无以心焉 这时候我们就恭喜你了 你不会留给自己任何的灾害 就是找不到死地嘛 老子说这种状况 是为习常 才有这个叫做习常 我们知道这种道法自然的法则 不是知道而已 要去实践 要把它养成习惯 透过知常到用常 然后顺常 顺常就是顺其自然 最后归以常 归以常就是连这些都忘光了 就说我本来就是这样 我生来就是这样 好像我又没有学习 这个就是习以未常 那老子用这个习啊 是要特别让我们加强印象 说你要常常依照常道而行 把它养成习惯 根本不必动脑筋 也不必在那里想半天 你自然而然的 就是那样的表现 那就叫习以未常 那叫做习常 这个时候 你随时随地都在造法自然 你是最安全 你是最自宅的 你也是最聪明 你也是真正的强者 那就好了吗 我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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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